8月29日低調戴口罩走進地院 應小微助理吳順明 曾和沈慶經進行通話卻又不認 最嫌重大遭到羈押禁見 曾在台北市都發局擔任副總工程司 退休後到威京集團月薪5萬元 又是應小微無幾職顧問 角色舉足輕重 頭特意撇向另外一邊 避開媒體拍攝 會被羈押 全影簡聯掌握了一通關鍵對話 6月就被監控 直到8月14號吳順明跟沈慶經的短暫通話當中 沈慶經一開口就先罵了一串三字經 急忙下令要找人開金華城案的相關會議 尋求解決之道 檢方偵訊時雙方否認聯絡 但異文明確落實有串證之嫌 還發現沈慶經聯繫公司士 都很喜歡透過講電話的方式進行 恰好和SOGO案的關鍵被告李恒隆 行會五位朝野立委過程雷同 這層身份是這個臺北市都發局的前員工 而在這裡面他是不是有利用這層身份 進行這個跟公務員之間的穿針引線的工作 殷小薇審慶經無順明政商關係 緊急緊密交疊 檢連從六月開始積極蒐證 關鍵一文也曝光金華城開發一案 的確不尋常3D新聞綜合報導